中國名聲音 山文名專輯 涉嫌吉箱警員的24歲 報稱模業男人黃均華 黑暴蒙頭 由警車壓戒到東區法院認訊 期間警車突然高速轉入法院 有电视台摄影师走避不及被撞跌 脚步流血送远 控罪书说被告在礼拜三 香港回归23周年当日 在铜锣湾黄饮书院外 意图令警员25116身体受严重伤害 非法及恶意伤害该名警员 被控一项有意图伤人罪 而当时有大批市民聚集倒露 洪方说当晚警方收到匿名电话 说施集者凌晨会搭飞机离开香港去伦敦 但没有透露被告姓名 警方调查之后锁定被告身份 星期四凌晨在机上将他拘捕 他没有招应任何事 辩方说被告本来在中资机构任土木工程师 但因为参加罢工被解雇 现在做厨师 又说被告并不是只购买单程票 他也购买今个月中由伦敦经香港到台北的机票 认为控方只凭被告外贸特征和情报 就说被告同案有关证据薄弱 希望可以给被告保释 裁判官批评警方明知被告有买回程机票 但又不向法庭呈交相关资料 对被告不公平 控方解释辩方提出之后先获警方确认 警方就解释因为没有时间向航空公司确认 被告暂时无需答辩 案件日后到下月24日 等警方转一步调查之后再讯 期间被告要还押监房看管 冬网记者 随其较不断 冬网记者 随其较不断 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诉 你指望他们借外人之手打自家兄弟 2011年12月 郑硬虹仍然是散美市委书记 任内处理过乌坎村事件 当时他这样形容村民透过境外传媒发声 郑硬虹之后一直在广东省任职 先后出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常委 去到星期五 他获国务院任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 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处长 港区国安法条文列明 中央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监督 指导 协调和支持特区 理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期间会收集分析情报 条文列明 公署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 不受特区管轄 国务院同时任命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为香港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根据港区国安法 这个职务会列席香港国安委会议 就国安委履行职责提供意见 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的任命 同时宣布正式成立香港国安委 东网记者何指浩报道 职责提供 小赵公署 細责提供 公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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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下载东网APP 一边看新闻 一边赚到更多 on.cccoin 盟取豐富獎賞